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曹蒙的这首《风声之作》 这首风靡大江南北的《失恋镇线联盟》 曾经作为热播剧《家有先妻》的主题歌流传盛广 但是你知道吗 当年在这部剧里曾出演过角色的汤志伟 在现实生活中演的戏 可比这部戏里的剧情精彩多了 提起汤志伟 或许很多《九零》《零零后们》对他并不熟悉 但是喜欢追港台剧的《七零八零后们》 想必对他并不陌生 当年这位火爆台湾娱乐圈的《单红渣子鸡》 真的没啥拍戏 除了《家有先妻》之外 还有《追妻三人行大运》 《精神四少》《痞子英雄》等等 凭借一脸斯文的书生气质 给内地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也是不少人的青春回忆 1957年 台湾的一个大户人家喜天贵子 有趣的是 汤家给汤志伟举办抓州之礼的时候 汤志伟没一条书本 也没一条腌制水粉 两只小手抓了一大把钞票 全家都小翻了 汤爸爸当时就断言 我儿子将来一定是个赚大钱的主 1966年 琼瑶阿姨的言情剧正当其中 彼时汤妈妈也是琼瑶的忠实剧迷 一边看着英语萌萌 一边流眼泪 彼时 年方九岁的汤志伟 用恍惚惚的小手 给妈妈递纸巾 一边问妈妈 电视里那位漂亮的阿姨是谁呀 妈妈说 她是一位很棒的演员 她叫龟亚雷 汤志伟若有所思的想了一会儿 说道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好 她把我妈妈弄哭了 等我长大了 我也要当演员 我要让妈妈每天都开心 她妈妈觉得又好笑又好气 拍了一下儿子的小屁股 说道 快回书房写作业吧 别胡闹了 然而 让汤妈妈后来感到意外的是 儿子还真不是叔叔而已 从那以后 汤志伟经常模仿电视剧学表演 小家伙表演起来有板有眼 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经常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汤志伏父觉得 儿子在表演方面有些天赋 于是就开始留意起身边的人脉资源了 1969年 汤志伏父通过朋友关系 让12岁的儿子获得了参加 小主持人竞选的机会 并借不识同趣的搞笑能力 思维敏捷的主持风格 汤志伟在竞选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台式青春幼苗和儿童新生的主持人 同心汤志伟在综艺圈出漏锋芒之后 很快就吸引了影视圈导演的注意 短短一年的时间 汤志伟就接到了两部电影 五部电视剧的戏约 比一般跑龙套的陈年男演员还要忙 大电影方面 凭借在处女作《为你心碎》中 展示的表演才华 她很快就获得了和大网明星丁佩 柯俊雄合作的机会 共同出演东西南北风 在此之后 童新汤志伟的圈前事业 如同开了话一般服务妖至上 是播剧 这边也是全面开花 敞亮颇风 分别有情人姑 七色巧 好爸爸 好搭档 向日葵等等 在别的同学还在学校坑书本的年纪里 一个12岁的小演员 却已经将名利场中那些成年人才懂的社交手段 学足了全套 过早的学会了原画世古 1972年 对于汤志伟来说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因为在这一年 他终于和妈妈心目中的偶像一起拍戏了 这一年 天伦乐的导演在筹拍这部戏的时候 邀请了业内不少明星大腕 除了柯俊雄 甜妞 岳阳以外 还特别邀请了龟亚雷 另先主演 然而导演对戏中的小演员角色 惆怅不已 虽然这个角色不是主角 但是他在这部戏里的作用却很大 是贯穿整部剧情的重要人物 当时寻遍整个台语圈 除了汤志伟 能够做到既老练又沉稳 又不是同趣的表演之外 无人能及 他也因此成为这个角色的博尔人选 据汤志伟后来回忆 当他知道要和妈妈的偶像同台标戏以后 他激动得一夜都没睡好觉 凭借在这部戏里的精彩表现 年仅15岁的汤志伟 第一次尝到了名利双收的滋味 他不仅收获了大批妈妈粉和奶奶粉的喜爱 还凭借这个角色 沾获了金马奖最佳童星的殊荣 顶着金光赏赏的荣誉 汤志伟如同小陀螺一般的疯狂运转 他在学校与剧组之间来回奔波 在此之后 他考入了广播电视学校 1981年6月 汤志伟从学校毕业后参军入伍 退伍之后 正式进入娱乐圈搞事业 1985年10月 汤志伟的事业达到低音风起 他以台湾杰出青年的身份赴美访问 回国之后在饮食圈的发展 视如破竹 优秀的男人是不愁姑娘喜欢 主动追求汤志伟的漂亮姑娘 比比皆是 然而 聪明的男人就是不会像一下金融的 汤志伟也是一样 他在众多追求者当中 选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姑娘当媳妇 黄晴玲 除了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是医生 并且还拥有一颗经商的头脑 无论是带出去应酬 还是放在家里找个公婆 亦或是帮助自己在商业领域 开疆拓土 这个姑娘都能够独当一面 所以 好看又实用 这才是汤志伟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1994年10月25日 黄晴玲嫁入汤家做了新媳妇 没过多久 不负汤家二老期待 抱上了白白胖胖的大孙子 此后不久 汤志伟和媳妇研究 他想跨界从商 因为凭借他多年的从业经验 他已经察觉出港胎剧的江河日下之躯 所以趁着年轻 事业上多发展一个胃胎 才能保障一家人的生活质量 黄晴玲觉得颇有道理的 于是除了照顾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 孩子的教育问题之外 还要抽出精力帮老公打理生意上的事情 汤太太成为了家里最忙的人 但是她却也乐在其中 因为老公那么优秀 而且还是在众多竞争者中迎来的 她是很心满意足的 汤志伟多次在公开场合秀恩爱 表示只爱老婆一个人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 于是汤太太干的就更加卖力了 因为夸奖与赞美之词 原本就是最能激励 员工型老婆干活的动力啊 然而这世界上最好的老婆 永远都是别人家的 只要是别人家的就是香的 常言道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不如得不着 当青年之痒来临之际 谁都无以幸免 汤志伟也是一样 彼时的汤太太 从未想过自己的岁月静好 会败给一个寡妇 2007年3月23日 台湾资深音乐人马兆骏 因突发心脏病 进医院抢救无效后 促然离世 作为她的遗孀 郭美金在灵堂上 仰天长探 抱着自己刚刚生下不久的三女儿 哭得肝肠寸短 令观众无不动容 这其中就包括前来 调研的亡灵的汤志伟 或许是有感于红颜美人多不明 也或许是出于对 老友遗孀的照顾之责 在此之后 汤志伟出于同情 多次出入郭美金家中 帮她处理一些她无法解决的难题 出于对老公的信任 黄秦琳起初并未在意 因为她觉得 老公只是出于一片善心而已 然而男女之情就是这么微妙 谁说爱情的发生 不会从同情弱者开始的呢 郭美金的无助和柔弱 彻底激发了汤志伟的保护欲 和英雄主义情怀 对于后面发生的事情 也让黄秦琳猝不及防 汤志伟以生意出现经济问题为由 以不想拖累一家人为借口 和黄秦琳提出先办理卡离婚 等到她处理完危机 两人在复婚 黄秦琳不已有诈 于是就同意了 但是没过多久 媒体的一则爆料 令黄秦琳后悔不已 去台媒跟踪拍到的时针 汤志伟公开出入 郭美金住处 通行非常方便 似乎拿到了郭家的房门钥匙 面对媒体采访 她给出的回应是 两人是朋友关系 然而之后的事情发展 证实了两人不仅仅只是朋友而已 当这位在陪同 郭美金母女 一起到太阳剧团里看演出 当时因为作为问题 郭美金和服务人员发生口角纠纷 当时服务员误以为她就是汤太太 因此张口闭口都以这个称呼 向她赔礼道歉 而两人都没有提出异议 至今是后来被跟踪 而至的台媒排下全部过程 当台媒爆出这条猛料之时 黄秦林大呼上当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 她从未想过 这世间最毒的人不是那种骗婚的 而是这种骗离的 更残忍的是 黄秦林因为从未掌握过家中财政大权 只能落得个净身出户的结局 2009年52岁的汤志伟赢取了45岁的郭美金 在此之后 两人开启了古早味蛋糕店 据说生意搞得红红火火 连不少饮食圈里的老朋友都经常到她家买蛋糕 有人说 这事件最难直视的不是阳光 而是人心 黄秦林的善良与单纯 让她没有放任之心 害了自己 成全了别人 这样的结局让人唏许不已 好了 一生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